之前有小伙伴问我 你那个MBTI是什么呀 我还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呢 后来我就上网去做题去了 发现还挺准您别说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MBTI 让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弱点在哪 我的性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缺陷 我应该去如何改善这些问题 以前其实我并不觉得 但是后来我发现 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人 大家现在喜欢用这个内耗这个词 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这啥是内耗 反正听着就不大开心的东西 反正不像是好东西 后来我就发现 妥妥的我就是那个内耗的那个人 说实话性格其实是挺难改变的 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一天是INFJ 一辈子都可能是INFJ 也有可能未来有一天 我没有那么INFJ了吧 但是当然我觉得我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艺人 所以还是在爱这嘎嘎里边徘徊 作为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 我认为其实是挺挣扎的 不是什么好事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自己活的也会比较的累 谈不上痛苦 因为自己乐在其中嘛 但是确实是比较的累 我自己能感觉到这一点 特别是这两年来做这个频道 做视频 说实话 非常的内耗 人家网上不说了吗 这就是各个平台 给这个创作者的PUA 精神折磨 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 所以在去年底 或者说去年初隐隐的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之前大家也看过 我发过类似的视频内容嘛 自己其实也是比较挣扎的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去做这个频道 继续去做这些视频 做这些分享 当然它是有好的影响的 但是通常我们只会放大不好的地方嘛 所以呢 针对于这种精神内耗 我最近做了三件事情 我觉得还挺有效果 并且自己得到了一些 获得了一些什么吧 所以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也正处于一个精神内耗 或者说这种性格 或者说最近不太顺 总之你点进来了 那就说明我们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点相似吧 所以这三件事呢 你也可以尝试的去做一做 也许也会对你有点帮助 说实话 我不是那种收藏家级别的啊 就是收一柜的相机 或者说喜欢摆弄摆弄一些小件 以前可能还是有这个喜好的 当然后来真的就不喜欢了 看见一大堆放在那完全不用的东西 我脑子都疼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太多的用途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它可以走了 因为对我没什么用 放在这也是放着 不如让需要它的人继续去用它 让它发挥它自己应该发挥的价值 哎您别说 这设备清理啊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就是它会让我去反向的思考 为什么我不再需要这样东西了 那它也是在帮我整理思路 那什么东西到底是我需要的 我真正想拍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当初我是为什么而买呢 为什么后来我就没用它呢 那么就说明那条路可能并不是我想选的 或者是说某一条路我仍然想继续去选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去用它 那么在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一是身心变得愉悦了 精神变得清理了 哎反正在这个思路上边呢 也做了一个整理和规划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 推荐大家去做一个设备清理 还有不仅仅是摄影设备啊 其实就是家里这些没用的东西 如果常年长时间不用的话 那就必须要承认 它就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自己当时瞎花钱了 第二电视呢 我就是对我自己曾经拍过的作品 做了一个整理 哎这个整理呢 我认为也是一个双向的 首先整理呢 是把它们放到该放的地方 应该在哪个文件夹里边 该如何归类 该如何整理 那么以后再去找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方便了 所以在整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是对我的大脑 进行了一下收纳管理 什么样的照片是我喜欢的 我想拍的 哪些是我没太过脑子 比较随便拍的 总之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更加明确 哪一些是我自己在未来 更想去做的事情 所以通过整理之前的这些作品 我认为对我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并且在精神上面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因为当你整理好自己的思路 思路更清晰的时候 那你的大脑呢 就会稍微的轻松一点了 第三件事呢 就是清理电子垃圾 删掉那些不用的账户 更改那些重复使用的密码 因为我发现苹果它是可以提示我 你在多少多少个网站 使用的非常接近或者重复的密码 你需要更改一下增加它的安全系数 于是呢 我就发现我有600多个网站 都需要更改密码 那有一些它是长年不用 比如说超过半年 你没有更改过密码 它就会提示你再重新更改 因为现在网络的这个安全 大家其实是越来越注重了 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密码都非常简单 八个数字就解决了 现在密码就是越来越复杂 所以说网络安全这个事还是得提上日程 确实我也是觉得这些密码应该更新更新了 难以想象 从有互联网那天到今天 咱们在互联网上遨忧 留下了多少的足迹 注册过多少的网站 这还只是就是说 这是现在使用苹果设备之后 它保存下来的 那还有可能在苹果出现之前 那都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说这个数字垃圾真的也是挺可怕的 在更改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以前感觉挺大一网站 挺大一公司 现在居然可能就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我想到 我自己做这个小网站 或者做这个频道 写这个博客已经四年 今天是第五个年头了 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 一个大的企业都难以说 什么时候它会倒闭 更别说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 持续五五年 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还蛮了不起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会给自己增加一个信心吧 当然我这是个个案啊 但是总之我认为咱们还是 确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提高 这个网络安全的系数 以前的这些密码真的是需要整理一下 而且我发现以前居然注册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网站 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现在还可以找到它 然后点击注销用户 感觉心里超级爽 特别的有安全感 感觉每注销一个账户 或者是更改一个密码 心里的这个小包袱就会 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 所以第三个方法 清理电子垃圾 我认为也会对大家去缓解精神方面的这种压力呢 会比较的有帮助 这三点都推荐给大家 抽空随便找一个试试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 收拾完这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就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 我现在这密码还没收拾完 但我都收拾完之后呢 我估计我就好很多了 所以当我累了 或者说今天不想工作了 那我就会做这三样事 其中的一样来给自己进行一个环节 所以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吧 不要过于耐耗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开心就好 不说开不开心的事 咱们先减轻心理的包袱 那可能它会对让我们更开心 会有一个很有效的帮助 因为包袱越多 那这个负重有越多 我们就没有办法飞起来 没有办法跳起来 没有办法开心起来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感谢观看